欢迎回来带你来关心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警告 除非欧元区解决资本危机 否则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会严重的萎缩 进一步损害增长 推高失业率 如果欧元区的决策者没有做出回应 那么欧洲各个银行必须在明年底之前 抛售2.8万亿美元的资产 INF在其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得出结论称 由于担心或欧元解体 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注入的资本正在外逃 引发欧元区资金市场出现极度割裂 这一局面给各银行带来新的压力 迫使他们缩小资产负债表 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欧洲议会表示 已经有欧元区成员国出现资本外逃和金融割裂 凸显出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INF警告 除非欧元区官员加大政策回应力度 否则欧洲各银行将在明年底之前 抛售2.8万亿美元资产 占其资产负债表逾7% 欧元区外围国家的银行将脱手略低于10%的资产 新台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